甲抗是怎么引起的? 无护群西电集团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甲抗的发生的原因很多 甲抗它分为主要是甲状腺性的 可以剂发性的像垂体下冲到引起的 还有一些是点源性的 还有药源性的等等不同 在临床中最多见的是甲状腺弥漫性肿大 这个半甲抗我们把它也叫做格尔斯病 它的发生的原因主要是 它由于自身免疫 由于在遗传的基础上 集体发生了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而导致的甲状腺的一个功能的抗禁 所以就会出现甲状腺基础的分泌增多 而引起的这个高代谢 以及器官功能的一个抗禁表现 那么在临床中还有一些原因 比如说我们这个摄入点过量 而引起的点钾抗 包括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里边含点过多 还有一些病是因为使用一些含点的药品 比如说像抗心理肢肠里边的 安点酮等等 还有一些人吃着我们过去 这咽喉盐常用的一个叫滑溯便 也叫地锡点 这些药品的长期食用的话 也可以导致点甲抗 如果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甲抗的话 那就是去除原因 不要吃这些药就可以治疗 那么还有一些人是由于摄入了过多的甲状腺素而进去的 那就是减量就可以了 专家提示 1.自身免疫 遗传的基础 机体发生了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2.临床中原因 摄入点过量 摄入食物中含点过多 3.食用含点药品 如盐酸按点酮 7.地点 长期使用导致点甲抗 摄入过多甲状腺素 2.0